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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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菩薩大家好 大家請翻開我們的 我們現在是講到這個 應該是22月 我們這邊最早講涅槃體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整個都沒有離開這個 用六門來解釋涅槃這個字義 因為我們大埔涅槃軍最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涅槃是什麼 涅槃是什麼意思 那在遍體的部分來講 大家請翻開我們 在18頁的這個 因為整個涅槃體是用一種名詞來介紹 涅槃 這個涅槃最主要是妙友 用二法來講涅槃體 還有用三法來講涅槃體 還有用四法來講涅槃體 最主要是用這個 用這個 就是我們整個涅槃體什麼說明 那我們在這個二法 涅槃體這個部分來講 那個 我們這邊改一下 那個 在18頁的最後 最後一段的莊嚴雲 這個莊嚴雲 不是莊嚴軍論 是那個 在這個 南北朝的這個時候 在那個 就是我們 那個時候有三大師 這個三大師就是莊嚴 還有這個光宅還有開善 他們在研究 他們是滿有名的這個誰的 誠實論的這個誰的 論詩 他們按照而講就是誠實論的三大論詩 這個莊嚴最主要的是莊嚴世 開宅是光宅是講光宅世 所以以世來得名 莊嚴世還有開善世 他們就是在這個 就是離我們其中的法師 滿近的一個年代 就是南北朝的時候 那那個 是講研究誠實論的三大師 這個是莊嚴最主要的是 那個 就是 而不是那個莊嚴軍論 那我們這個 那我們這個 在那個一法的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前面最小的講 那個廟友 這個廟友最小的是講 到底這個友 到底是本友還是實友 那我們按照而講就是 和涅槃來講是 以他來講是禮嚴性 因為按照來講比較講的是禮嚴性 禮嚴性就是非實友非妙友 在中間的波瑞的比較用這種非非前的那種方式來 就是我們所說比較用雙非的格式來 來描述他 所以涅槃體 按按照他本身來本質上是非本非實 但是一定要講到涅槃 為什麼怎麼說是本友 怎麼說實友都可以說 就講這個 就是方便說本友 方便說實友 那涅槃也是 如果涅槃來講 在二地的部分來講 他也可以講從生死跟涅槃 生死涅槃來講 涅槃是水真地 不是生意地 生死是屬地 那為了要講這個誰的涅槃 他禮嚴性 有時候又講出二地 就是有時候講法不同 看你要對峙的 那個對峙的這個誰的 或病是什麼 所以他那個 照來講比較講的是非 那個 比較用雙非的語詞 是非式地 或是非真地 方便說為真地 因為他比較站在真地 所以佛果非內非外 非有為非無為 非待非不待 這個是非色非不色 但是我因緣說內外 因緣說有為無為 另外的是三德的部分 就是講三法 涅槃提 按照有三種三 那就是一個是三句 就是色法還有心法 還有非心非色 這邊討論的就是講到誰的 佛果到底是如何 那我們是講到那個 按照佛果的部分來講 比較那個 按照來講佛果是 這邊就講到那個 二十月 二十月的 這邊討論的部分來講 到底佛果一定有色 還是一定非色 按照來講也是非有色 非無色 因為來講就是佛果它是妙色 妙色它可以變化 所以非有色非無色 按照波勒的部分來講 都是用雙非的格式來形容它 我們在講那個三性 因為前面的是三句 用這個色法、心法、非色、非心 三句來講這個涅槃提 那這邊第二個是用三性 來講涅槃提 那三性的部分來講 就是我們在二十月裡面 這個光宅還有開善跟這個 誰的這個 那個 莊嚴 因為他就是討論這個 陳實論的三大師 對於這個 佛果 就是按照來講是對佛的涅槃怎麼說 按照這個按照來講 就是要翻開那個陳實論 他們的 他的說法就是 真的要去看陳實論 因為陳實論算是聖文聖的論點 不算是大聖的論點 所以按照來講他們有沒有講妙色 這個可能要查一下 因為我沒有讀過陳實論 按照來講從光宅 還有這個都 因為他認為佛果有兩種無忌 按照來講我們大聖的說法是 佛果沒有無忌 因為無忌是屬於痴 痴性 所以按照來講佛果都是妙 沒有按照來講是妙善 純妙善 所以他完全是純善 沒有所謂的無忌 所以他這邊來講 按照比較屬於僧文聖 他們認為僧文聖 這個在按照來講他們的 對於佛的觀點 是比較屬於這個 釋迦牟一佛 所以他的色身來講是屬於佛聖 佛聖是無忌色 所以他們 比較維持在這種的 這個是釋迦牟一佛這種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 這個涅槃 他們也有藏入我境 也是無忌 他們就是講誠實論的看法 那經守沒涅槃之體 就在三性的部分 按照來講是非善非不善 非濟非不濟 非濟非不濟 以涅槃來講 他本質來講是空性 如果是講那個大波涅槃 大涅槃是講純善 按照來講你可以 他是他這個講那個 他的涅槃之體是非善非不善 按照比較講的是自性涅槃 所以他是講到誰的 非善非不善 非濟非不濟 無一定相 善巧方便 所以有時候無所不是善 無所不是不善 所以有時候可以對不善說善 比如說他講善 比如說他講善 就是這個時候講諸二一段 是講佛果 眾善意 就是我們所說的佛果是萬德 就是講具有萬德 所以我講廸善 講廸善 不是眾善 所以按照我講 可說善 方便因緣說善 佛果 因為講那個 講眾善 具有眾善萬德 所以我 就是講二十一月的那個 那個道詞第三行 就是金所眠涅槃 按照比較講的是自性涅槃的本質 那我們再講那個 因為三法來講有 三具 三性 還有三德 那我們前面最小的 善捷克最小的講到這個部分 按照第一種是莊元的部分來講 他認為為什麼大布涅槃要有三個條件 法身 剝裂還有解脫 他認為還是在這個誰的自德還有斷德還有這個誰的 他從這個二德來講 自德跟斷德 那這個誰的 自德和斷德是用 剝裂跟解脫是用 還有法身是鐵 是鐵含三 鐵含字跟斷 他是從這樣子的 這個二 這個講到誰的 鐵用來講 這是講那個 就是 這是講誠實論的莊元 莊元法 莊元士的這個大師 那另外也是講開善 開善認為是講到誰的這個 那個 昔日 他的說法是講到 在阿涵的部分來講 講的是有於欲涅槃 無於欲涅槃 現在就是為了要講 我們這個講到誰的 那個 我們這個大布涅槃 不是指這兩個涅槃 他含是這兩個涅槃 因為但是講到誰的 那個 大涅槃含不像那個 那個二聖的有於欲涅槃 跟無於欲涅槃 因為無於欲涅槃 聖心俱滅 那我們大涅槃來講 聖心都不滅 他們是無常 我們是常住 他有聖志 我們大布涅槃有聖志 那個 生文的這個有 無於欲涅槃就沒有聖志 所以這個是不同 就是講這個大涅槃 區別這個 誰的兩種涅槃 那第三種就是講到誰的 他兩個都用 那這個講到誰的 這個 我們的這個 這個 結帳法師認為 他們用 他認為 如果真正的在看那個 大涅槃 按照而講 他後面的都比較用的是 大涅槃裡面的說法 所以他認為這邊只是 前面的這種三種說法 都是一種 推理的 形式 推理的這個結論 按照而講是 只是偏說 他後面來講是偏說而已 並不是說他們說錯了 就是 就是講在這個大波涅槃裡面 並沒有這麼樣的 這樣子 經文比較沒有這麼說法 按照而講 他這個 是用這種三種說法 都是一種 那個 那個 意理上的這個 這個 推論 所得出來的 一種說法 所以無所得 因緣假說 因為 我們前面所說的這個 涅槃 比較在 無所得 因為 以無所得 而故 菩提薩豆 這種說法 按照而講是 講到誰的這個 涅槃本身 本身就在 大波涅槃本身所在 大波涅槃本身所在 他抵開這個 誰的 煩惱 所以 省現 所以講 無法不得 那個 他對於這個 第一家所提出兩個 我們看一下 兩種 批評 出家有兩種批評 然後 第二家 還 應該是 應該是一種批評 再加解釋 那第三個就是 因為 離不開 就前面兩家 那我們這個 講到誰的這個 出家的部分來講 三德 這個本 共為涅槃體 按照而講這種 就是講 因為在大波涅槃裡面 就是三個 你不能缺一 你不能 你不能 所以他這個講到 到底法身為體 就是講 這邊到底是 法身為體 還有 還有 這個 波樂 解脫為用 就是講體用 從法身一體 帶出來的 這個 所謂的 這個 波樂用 跟解脫用 按照而講就是 按照而講就是 有這個 按照而講是有 這個 主 主客 因為體用 因為我們來講 體是比較主 用比較像 我們 但這個 這個 其上法師認為 這個三個 都是屬於涅槃體 所以不能以法身為體 因為他是三個不能離開 因為如果講法身 按照是比較講的是佛性 如果是講的是 講那個 解脫 最小的是講 沒有任何 就是去掉煩惱 這樣跟手之障 如果是講波樂 就開展那個 菩提 所以他們三個是不得 是有他的三個面相 都是可以做為體 都是可以做為體 都非常重要的一個 因為三項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必要條件 所以不能以 單以這個法身為體 波士尼 他是講這個誰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了解這個涅槃 大波涅槃 他按照來講是 他的這個 因為獎勵不夠在三點 這個缺一不得 所以他是講 都是涅槃體 所以如果說你講波樂解脫是用 那為什麼法身沒有在用 因為我們講大波涅槃的佛性 你如果正佛性的時候 他就會展開會 所以是講到誰的 為什麼法身不得為用 偏向於這個誰的 波樂跟解脫為用 這個講到身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要學習的 另外還有講到誰的 涅槃也可以說為解脫 所以涅槃 科威所謂解脫是在涅槃的這個 這個治意裡面 本身也有帶有解脫的意識 所以這個就是讓我們能夠了解 就是講三法 無縱容之意 因為它是三個頂點 你不能缺另外一個 不能缺一 不能缺一 那第二個是講到那個 還有刺激涅槃 到底刺激涅槃 我們這個講阿涵的這個 阿涵的這個有於於涅槃跟無於涅槃 現在講這個誰的法身 還有波樂跟解脫 其實按照我講 我們的有於涅槃跟無於涅槃 涅槃也含色這個三個 因為它一定要有智慧 無聲智 或是講這個誰的法智之涅槃智 它一定要有智慧 它一定要解脫 解脫煩惱 它一定要 我們所說我 我控真爐 聖功真爐 聖功真爐就是法聖 所以講這個三德 就像邪三寶跟嚴正三寶一樣 都是三寶 只是一個是我們佛法聖 對這個佛法聖的理念不正確 正三寶這個部分來講 破邪三寶跟正三寶 正三寶就是對於三寶的概念 這個有正確的概念 正三寶 不是我們所說有些講邪三寶就是 按照應該是講那個三寶的不正 一個是三寶的正 所以都是講這個三 因為在我們的有餘涅槃 無餘涅槃也離不開這三個 因為整個討論下來講 不外是聖功真爐就是法聖 解脫探針痴 還有另外就是講一定要有波勒志 就是我們所說的無聲志或是禁志 不是這個 那我們這個講那個 心破惡涅槃明這個惡惡德 又一法聖波勒赤無意者 那個應於解脫常住赤筆有餘 何者昔日有餘喝但解脫為主 並會常住 輕若正言解脫不言常住 欲陰無餘正言法身不言波勒 就是讓我們能夠了解說 那個其實 對於基本 就一定要對這個大波涅槃 其實這個大涅槃 這個三個必要條件 到底他到底這個三個條件 這個三德 到底是屬於三個都是體 還是如同莊嚴所說的 波勒志解脫的斷德 是這個用 變成體用 按照我們這個講 應該不是體用關係 那我們這個講到那個精明這個部分 精明來講就是我們 極上法師所說的 教門不同 就是我們所說 在這個阿涵的部分來講 跟我們大聖的這個 按照來講宗旨不同 理念不同 所以要宣導的這個宗旨不同 目標不同 是教門不同 因為他們比較講的是煩惱障 去煩惱障 我們是講的 按照來講 去煩惱障 得解脫 我們是不是講 去煩惱障 去所至上 得 大涅槃大菩提 所以這個大菩提 是含是這個 常樂我盡的這個斥德 所以按照來講是教門不同 故偏懼 故偏懼 偏懼就是講到誰的 其實他們說的這個 不是完全錯 非 不是完全錯 只是說他們 用義理的推論來講 按照來講 所以也是可 是講的用這個 就是在我們所說的這個 道理上來推論 言說上 文字上來推論 所以比較講的是 所以比較講的是 就是我們所說的 不是全面性的正確 我其實不堪據說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為什麼佛在阿涵裡面 不講大涅槃 因為他們更不適合 所以方便偏說解脫 所以比較著重在解脫 而沒有講到 這個 因為我們在阿涵的智來講 講無聲智 晉智 他們就不講般若 其實他們這個都是般若 只是 因為般若比較 比較講的是大聖的 去向大菩提的般若 因為他們是去向解脫 所以不用這個菩提來 不用波勒來命名 所以講方便 比較偏說解脫 所以大心 大心就是去上大菩提 去上大聖 所以才會說這個誰的 這個法身波勒解脫 這個就是涅槃的必要條件 這三個形成一個 鼎立成一個大涅槃 心黃師就是法郎 結上法師的老師 無感不應故名為法聖 無盡不照名為波勒 因為波勒不在講騙照 還有解脫是無壘不盡 還有解脫是無壘不盡 那個所謂的大聖 這個所謂解脫是 連這個手指掌全部都要對峙 那個都要對峙 所以講無壘不盡 而不是只有解脫這個煩惱障 就是那個無感不應故名為法聖 按照是講那個佛 因為法聖這個概念 他自己講的是講清淨法聖 因為他不可思議性 無壘不感不應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對於這個大波涅槃 經裡面的三德 最主要講到那個 那個他認為是如來三密 這個三密是講深口義 按照就講深密 口密 還有義密 這是加設問願 就是加設問 然後希望佛 就在加設問 他這個有這瓶 所以希望佛能夠開這個尾密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聖聲的誰的 因為尾密是講聖聲的聖聲法 能夠開示出來 開顯出來 所以廣衛眾生說 所以如此的三密 在這個四象品裡面 所以對凡夫的三頁 對凡夫三頁是講深口義 才會講到那個 才會講到那個 才會講到史如來的 深口義三 這個深口義是講深 深口義 因為佛的三密 因為佛的這個三密 有講那個誰的 那個交界 還有這個誰的神通 深神通 另外一種 講那個 又為對生死三障 明涅槃三德 這個比較我們常用 講暴障 比較講法聖 因為按照眾生的生死有暴障 還有業障 還有煩惱障 那個暴障 因為暴障是無常 我們這個暴就是 御守國暴是無常 所以他講法聖常住 另外一講業障 是講解脫 煩惱障是講剝熱 因為業也是講深口義 暴障的講是比較屬於現行 所以講解脫 另外是講那個煩惱 因為煩惱一定要剝熱來對治 你沒有剝熱這個匯力 沒辦法對治煩惱 所以這個講到 這個在大部涅槃軍有 因為對三藏 明涅槃三德 所以涅槃來講這 就是講這個三德 就從對治這個聖舍三藏 明涅槃三德 我們比較講的是第二 這個聖舍三藏 明涅槃三德 這種說法比較多 這個三德開如來三密 一些法師應該講生密 那個波勒講義 解脫 因為三密 因為講應該是 這個要去配 看他 因為三密最小的是講深口義 那我們再講那個釋法明 最後一項 按照比較講的那個 按照講就是講長樂我盡 比較明顯就是講長樂我盡 涅槃的士德 此德一無定 此德一無定是講到誰的說法 不叫 在我們在二十四月裡面 民術不同 就是他的這個 就是講我們講長樂我盡 而且他有時候講排列不同 在我們二十四月裡面 有時候就是講這個樂到底是什麼樂 我盡 他在解說這個四種 會議員是廟友 不是我們所說的另外講 涅槃的士德 但有時候比較講的就是講 因為涅槃最小的是講總稱的圓滿 所以就是講到用一個 用一個就是講廟友 有時候講那個 不是用這個 不是用這個士德 這個士德有時候用 就是把它說變成廟友跟我 有時候講那個三德 三修法 這個我實在沒辦法跟大家那個 我實在找不到 這個三德 這個三德 按照三德我們 那個 講零三修法 因為三修是講那個 那個什麼 我們 我們時常的修這個無間修 那個部分 不斷修 不斷修 無間修 那個什麼 長 師 那個 講長 師常修的那個部分 三修 不斷修 這個所謂的五德 五門 這也是 叫 因為不曉得那個 我們 等一下 因為我們沒看到那個 其他法師講這個五德 八德是講八位 涅槃八位 那 那後面的是講到那個 這個一德有 這個就是我們 沒辦法跟大家講 因為他 並沒有說明 那我們 行有酸 那個 這個 誰有這個 三雙 我反念一下就好了 因為 因為這個講到那個 因為我們看一下這個 結帳法師怎麼說 這個生死涅槃 明行解 就是從生死涅槃來講 這個 跟行解 生死 在無常 為行解 因為生死比較講無常 無常 無常就是講行 這個講諸行無常 涅槃比較講到那個 在這個 按照我講 因為講 常熱我靜 常 他認為這個 跟這個行有關係的 按照我講是熱 這個熱 這個熱是講其滅熱 或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那個 大波涅槃 這個所謂的 這個 自受用的熱 這個八行 這個 解這個 涅槃式的 這個 這個就念過去好了 因為實在 就是查不到他八行到什麼 因為涅槃式的 就是講常熱我靜 那二民因果 這個 這個 因為有時候說 有時候說二 這個講 因在無常 那個 果 是講 那個 常熱我 從這個應該是從因果來講 這個 是德 英語是比較水無常 這個果 比較講的是常熱我 如果是從本機來看 這個本機是無常 本身也是常熱我 因為機比較屬於像的部分 本的部分來講 按照我講 本 按照 我們的本機 按照我講 比較指的是佛果 那八位 那個 八位是如來大波涅槃有這個八位 所謂號稱為涅槃八位 第一個就是長 長 長 長柱 第二個是講那個 按照如果 如果你要 講 如來的大波涅槃 涅槃經裡面的這個八德 第二個是極滅 我們等一下再看那個開善的這個部分 開善是 八位 就是 世德 就是講 涅槃有 有時候講世德 有時候講八位 第三個是不老 第四個是不死 這個是在涅槃經裡面這樣講 第一個是常住 第二個是講極滅 第三個是不老 第四個是不死 第五個是親近 第六個是虛通 第七個是不動 第八個是快樂 就是樂 所以跟這個開善的這個八位 是講長橫 安還有五夠 不老不死快樂還有清涼 這個 把它解釋一下 這個開善 剛才有講那個開善莊嚴跟光宅是 在梁朝的三大師 研究特別研究 他們在這個陳時論 非常有專攻 所以叫陳時論三大師 所以他認為橫 這橫跟長怎麼分辨 因為開善所說的橫 有些地方講長 橫跟長到底怎麼分辨 有些論為說橫跟長是 雖然之不同 但意思一樣 好這個 這個長跟橫 我們反而 他認為這個長是不同原生 所謂長 另外橫是始終真實 所謂橫 我們跟長橫不辨 我們有時候 這麼久是 參考一下 因為我們這長跟橫 講那個橫長不斷 另外是他對這個熱 另外是他對這個熱 因為這個長熱 烈盤士德的長熱 我記得熱 他把他那個開熱為安 就講熱他有安樂 所以他為什麼開善有安 我們這個實際上的涅盤八德 就要看版本 這應該是 這真的要去看版本 所以有些講那個熱吧 有時候講安跟熱 內無老 我們是講在內心裡面沒有這個誰的 腦亂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是為熱 外不為民為安 這個是對這個 因為講安樂 安比較去向於外 熱比較去向於內 這個很好的解釋 這個不老不死是我 所以他這個 所以他這個 這個最佳是講 涅盤八位 怎麼樣跟士德把它會通 另外是講那個 所以他的長跟橫都可以 都是這種都可以 因為會通到士德的長德 常住德 安樂 快樂的這個樂 三跟七 是講到那個 是誰的 常熱我心的樂 另外是講到誰的 那個我的部分來講 不老不死 因為我故不老 我故不死 因為那個我按照而講是比較 比較講的 比較 講不老 不生不死的意思 就是 清涼跟五個比較屬於淨益 所以四跟八比較講的是淨益 涅盤士德的這個淨 就是讓我們能夠解釋這個 涅盤八位 八位跟怎麼樣對於士德 涅盤父有八相 我講 這個儒文雲豪體對五門 一名為五德 但不靜觀再出 聖能不為 但有士道 這個士道是講那個 因為士德對士道 最主要是講那個 常熱我心對應的是 無常苦共無我 常熱我心對於就是我們 我們眾生就是 貨在常導 認為士事先有常熱我心 所以有這個士道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大不涅盤的 常熱我心最主要是 對應這個誰的 二聖的這個 無常苦共無我 這個部分 不靜的部分 好呢 因為士德對士道 這個士道就是 聖文聖的這個士道 而不是我們的這個 好 不是我們眾生的這個士道 因為 因為我們的這個 大不涅盤絕對角是 對峙的是 二聖的這個 這個 只知道 只知道恐 不知道不恐 這個 是行是德 這個是行是德 可能還要去查一下 因為這個講士德 另外的部分來講是 士人名士因士德 這個比較常說 這個比較佛性論有什麼說 最主要講長熱我心 所以 按照這個士音最主要是講那個 就是講對士人名士因士德 這個士人就是對長提 對這個所謂的外道 神文跟圓訣 這個士音信心剝勒 虛空善悲跟打悲 所以最主要是講那個 破這個 四種 這個 四種類別的人 來講生命這個誰的士音 士德 這個 這個講到破 因為慘疊就是不信 不信打勝 所以是講信心 這個信是敬德 這個信最主要 就是講清淨信 因為信最主要是講信淨為信 因為信 信我們佛法 讓我們信 沒有 沒有懶走 沒有污走 所以我們就講能夠信因果 是講盡德 這樣 因為如果你有信因果的話 我們就不會犯這些 這麼重大的這個罪業 因為一慘疊 因為一慘疊最主要是犯了非常大的過失 最大的罪業 所以他按照人來講敬德 所以信對應的是敬德 所以信對應的是敬德 不是講敬德 不是講敬德 都有他的原因 這個我們所說的一個因緣 那另外是講般若對外道 另外是講般若對外道 要走我人一意 因為外道 就是講我們外道比較講的我 還有法 就是有真實的我 有看到現象 有真實的境界 我們波勒最主要是我控跟法控 所以為什麼講波勒比較對峙的是外道 外道就是我見 法我見 所以波勒正會破一億 我心 我心顧名 所以是講德真我 所以得我 所以得我 我得 那 那個虛空詐魅魄這個所謂的聲紋 因為聲紋最假的是 認為世界是苦 所以他最假的就是 他的這個 他修學之後存有的概念就是 事先是苦 他希望趕快驗離 離開三界 所以這個時候是講 所以他修學的這個概念就是講 我們所說的 我們所說的 出離世間的苦 所以認為世間是無常的 所以就講到這個 這個西空詐魅是我們所說的大聖的這個 講空詐魅 這個苦 這個苦 我們這個世間非苦 非非非苦 因為我們世間苦 來自於我們自己的性 世間本身就是講那個無際性 所以講這個 你能夠證得虛空三昧的話 你就能夠知道世間非苦非樂 非常非無常 所以你能夠得三昧的話 這個講有樂得 所以你定中有這個感受到定的安清安 是寂靜樂 所以這比較講的是樂 還有另外是講那個 對大悲 最曉得的是對冤訣 因為這個 我們這個大聖 最曉得講那個 以大悲為 好 我們所說的這個 那個 為前提 我們大聖最曉得第一個 就是要以大菩提為上手 還有另外還要以大悲為上手 一定要去除這兩個 因為你有大志的話 因為志比較偏勝的話 真的會比較落入在那個 因為講它是重在慧 重在慧比較落入在 比較落入在身為的解脫 因為我們一直強調這個慧 解脫煩惱 所以你越想解脫煩惱 就越想沒有煩惱 你越想沒有煩惱 就比較偏勝在解脫 所以為什麼還要這個 這個大聖裡面 一定要再講 再加上跟一大悲為上手 一定要發大悲心 沒有大悲心 我們這個神域的 這個大聖的這條路 就是 就是按照來講 一定要有這個大悲 所以原覺 按照原覺本身來講也是身為聖 他還是去偏重在這個解脫 所以原覺聖 最主要是關無常 所以因為原覺比較 因為原覺是關音樂 而且他比較屬於 他不像身為一樣 我們身為就是一個 他的學習的環境比較屬於很大眾 有爭團 原覺就不是 他有時候是一個人在修學 所以他正道之後 得解脫之後 他幾乎馬上就離開了 我們所說 入無於涅槃 所以這個 他就講得無常果 入涅槃 永入涅槃 為什麼只有無常果 因為他修學無常 所以他得了這個解脫果 所以因為他沒有大悲 所以為什麼是一定要對原覺宣說大悲 因為大波破無常得常德 所以為了對自這個世人的缺點 所以命這個世音 這個世音就是講到 我們一定要信 盡信 一定要剝熱 一定要剝熱 這個虛空三昧 一定要 因為聲文如果沒有這個定 就空三昧 所以對原來這個世間的苦 因為就是對世間的史上不知 這個都是我們要記得 因為這是講到誰的 為什麼要講這個常熱我盡 波熱為什麼要得真我得 因為按照來講是波熱 我們會 我們在能夠對自波熱的時候 已經要清見實相 清正實相 從這點來講 因為波熱是根本制實相制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正實相制的話 我們沒辦法破人物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各位菩薩大家好 這個按照 這個善密 這個深口意 按照來講這個 我們採用那個天台的說法 他的生命是法身 口密是說波熱 意解脫 就是講那個 意密是講解脫的 這個好體應該是 不是那個體 應該是好好的體會這個五門 來講五德 好 那我們大家請看一下我們這個 按照就是講 釋法名涅槃 的體性 按照來就是著重照常入我境 這個大軍是大涅槃軍 變情民術不同 按照而是講用的字詞不同 那個長 按照來講都是 長比較針對的是 因為他不是說長就是橫 長橫這兩個字 所以按照而是 所以按照來講都不離開長跟橫 好 我們這個 有些人認為這個長是講 不從因緣身為長 始終 是為橫 那另外還有這個講到誰的這個 那另外還有這個講到誰的這個 因為講長 所以對應的是無常 因為長就是沒有無常 那無常到底是什麼 按照來講我們比較講的是 身面的無常跟流動的無常 好 那 所以對身面所為長 流動所為橫 因為我們講這個長橫 所以我們就是講有時候我們要對字詞的解釋 因為有時候說長有時候說橫 左重點讓我們能夠了解一個 那個實用的這個 就是有時候有沒有現在來說長說橫 有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 我們參考這樣的說法 這有兩種說法 因為按照來講是 這個 不從緣身為長 始終是為橫 這個這邊最曉得對身面 色為長 就是講那個 不生不滅色為長 不流動 不流動 所謂橫的意思 另外是講樂 長樂我的那個樂 那個民宿不同 就是如果說你要 一般來講講到佛有佛的長樂我性這個樂 按照講那個在佛果的部分來講 有這個絕之樂跟這個誰的極滅樂 所以絕之應該是講受用 就是自受用 因為佛的絕之應該是自受用 還有極滅樂 還有極滅 本質的本體的極滅樂 因為講那個對於這個樂 那個 比如說講出家樂 還有遠離樂 還有極境樂 還有這個誰的這個 遠離樂 出家樂 遠離樂 極境樂 還有菩提樂 還有涅槃樂 出家就是我們這個出家 你可以 一般來講新出家 還有遠離最角的是講我們 那個按照比較講的是出產 遠離這個誰的欲界樂 極境樂比較講的是這個 這個二產一上的這個 我們所說的 離絕觀 極境 身心極境 因為我們絕觀 我們的這個巡視 會帶動那個去福 菩提樂最主要是大菩提 還有涅槃樂 涅槃極滅樂 還有另外講的十項樂 另外還有一個無礙樂 那佛性 按照我講不要講的是菩提樂 他的佛性是菩提樂 按照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大波涅槃的這個佛性 我們在見真如佛性之後 就開展到大菩提 所以講說 我們所說的這個 那個 按照有一句是講那個 第一義空 佛性名為第一義空 又名為慧 火性又名為慧 所以為什麼這邊 這邊 偏 射在菩提勒 因为我们最早的见佛性之后 慢慢的展开这个 就是慢慢的断烦恼 最后是成就佛的大菩提 所以会是讲空 不空如来藏 另外还有室乐 一个断烦 若不断烦还成有断 再富断烦名为大热 第一个是断烦 按照这个大热 这应该是讲 这个到底是无断烦还是断烦 其实按照我讲的 第二个是断灭烦就没有问题 第一种比较有 因为有时候讲它无断烦 就是讲到所谓的佛果 真正的 因为在我们大圣里面 知道这个 涅槃烦恼毕竟空 这样子的道理 所以为什么讲烦恼自信断 不是我们要把它真正断掉才会断 所以为什么讲到谁的 有时候讲那个 在乎断烦 其实我们讲 有时候讲到这个 你也可以说断烦 因为真正的 真正就是我们三三有 烦恼 手之上全部都断掉 第三个是一切自烦 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 一切自烦的话 若不知 则若一切自故烦 按照讲是讲若不知 则苦才对 所以一切自烦 因为我们是讲到 在圣文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要 贪生是一段 在圣文就得一切自 所以为什么讲得一切自是乐 因为就是跟这个 我们跟生死不断的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按照来讲 我们不知道不正有一切自 还是在苦 所以这个改一下 若不知则苦才对 一切乐故乐 第四个是生不坏 故乐 结果生不坏 就假如是讲我们这个佛生 只有佛生不坏 不可能 不可能我们众生的这个设施一定会坏 迁流到最后是 这一辈子的寿命 是有期间性的 所以生不坏 一定是那个 我们讲常住 法生常住 所以这个乐最小有时候讲的 因为我们讲按照这个涅槃讲 常乐我尽 最小讲涅槃本质来讲 常乐我尽 那另外一些我 这个我最小的在 在大波涅槃间最小的讲八次在 这个八次在最小的 这个八次在又有讲那个八神通 还有八变化 这个最小的是参考了华彦君 因为他最小的是讲这个 按照比较讲的是神通变化的部分 他是有时候讲能大能小 能清 能自在 还有能 你要跑多远就跑多远 能演智 还有能动 他有能够随意识 我们这个意识的这个随意而变化 不是讲那个 所以他比较讲的这个是 因为我最 按照讲那个常乐我尽的那个我 最小的是讲这个法生的那一种 自在跟无碍 他比较讲的是 他比较讲的是 讲这个真如的那种 骗虚空的自在我爱 所以他这个八自在就只要讲八神通八变化 所以他比较讲的那种力量 也是属于定的一种力量 能施多一生为多圣 不是能够成无量身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八自在的部分 就不说了 就不说了 因为最小的是讲那个变化 无碍 敬 敬 敬有四种 因为这边最小的是讲那个 对于这个常乐我尽 对于这些的相关的一些解释 这个尽 第一个是有尽 有尽就是有 我们三有 他才会讲这个生死的有 还有乐 乐静 深静跟心静 这个有静是离二十五有 所以二十五有真的是常出现 按照他不离开三界 所以就是把三界把它划分成二十五有 那一界有十四 色界有七 五色界有四 他的一界最小的是比较偏重在四二趣 四二趣应该是地狱到处生道 还有这个恶鬼道 再查一个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是三恶道 另外是四大不周 另外是四大不周 四周 还有这个六欲天 所以总共有十四个 世界有七 四禅 还有这个初禅的大半天 还有四禅的第四禅的禁忌天跟五想天 还有五色界就是四五色 所以总共有这个二十五 我们比较少去这个二十五有 可是他又常出现 我们按照我讲的比较离三界 还有九地 按热禁 凡夫 按照我讲 为什么讲热禁 因为针对是 凡夫 热不禁 凡夫的热 是不清净的 所以才讲这个热禁 按照我讲这个热禁 是讲那个 这个是有禁 二十五有 这个是讲离生死的 清净 离烦恼的清净 这个热禁 最主要是讲 按照这个热禁 按照我讲是 按照是反复的那个热 因为这个 这个有禁是讲二十五有 所以这个 相对来讲 这个热是 反复的热 阿神净 按照神净是讲生 因为生是有肉的 到最后我们 这个 那个 因为这是讲 离开我们的 众生的圣 因为众生的圣不禁 阿神净是离开我们 众生的有肉制 有肉式 无肉才是禁 按照也比较是 有之禁 乐之禁 心生之禁 不是心之禁 比较一主师来 比较 显示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心禁 这只要是要 让我们这个 有肉的 这个 谁的这个 又烦恼的就是心 现在慢慢的叫清俊 到达无肉 因为无肉才会清俊 好 那我们再讲这个下一个 是涅槃明 明佑 所以我们 我们 这个 讲到第五个 就是涅槃的用 咒用 因为前面讲涅槃铁 这边叫涅槃用 这个涅槃用 这个涅槃用 他怎么讲 这个 所以他也分成三项来讲 那个涅槃用 第一个是 本有用 第一个是 造进用 还有 发自用 用 用这个三种来讲 这个涅槃的用 這個體跟用 作用 按照理講這個 涅槃來講是無微法 無微法怎麼說它 按照理講這個應該是講 真上用 好 那我們先講這個 先討論朋友 針對涅槃本友的這種說法 所以但全也越名本友 詞語還是還沒有說很清楚 也未寫 所以現在也再次的再說明 他又把這個文獻的收集 有這個三種說法 第一個是飽量 他的說法 生死之中已有真神之法 尚未顯現 蘆碧黃金 這個按照理講是那個 這個黃金 他的用這個蘆來 這個蘆來藏經裡面的經文 的譬如 就是人 就是有一個人 他用 壁就是很粗糙的一個 綿薄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塊布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塊布 非常非常粗糙 非常非常 這個按照佛打造 用黃金打造的 非常非常的 我們所謂名貴 非常非常有價值 所以黃金像就是我們 批譬如我們的佛性 然後他把它戴在身上 所以好不容易打造一個非常名貴 真我們所說的這個名貴的 所謂的黃金 我們所說的佛像 所以這個所謂戴在身上 有一天可能不小心 然後走 丟掉了 這個丟到這個很髒的 這個所謂的泥澡裡面 這個所謂的 這個時候都沒有人發現 但是有一個 如果這個人能夠修學得到天眼 他看到了 看到這個 原來這個屋濁的 這個所謂的 屋垢的這個髒的這個水 屋裡裡面 有一個 那個 有我們所說的一塊布所包的 這個黃金佛像 非常有價值的黃金佛像 所以他就把它捲起來 然後就把它 因為捲起來把它 把布把它拿掉 然後把它洗乾淨 所以提進洗 這個時候黃金像就顯現出來 所以晚藍就是從打造之後 就是完全不變的這個黃金 因為它不變動 黃金佛像 如今不變動 所以提進洗著金像晚藍 那這個真神也是 他這個真神最主要還是講那個 因為講我們的這個 就是我們 我們在 舊摩洛斯 還沒來 來中國的這個時候 用的是道家的 很多的佛經翻譯 都是用道家的一些語言文字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真神 因為我們講這個 我們按照我講 有時候講我們的心是講神 是講真神也如此 是以來已有常住 常住佛體 萬得亡然 但為這個所謂的煩惱守護 若斷煩惱則佛體則現 這是他這麼說 這個是以來已有常住佛體 所以他也為什麼是講本有術 好那個淡為煩惱守護 為什麼這種說法 那個 因為這個我們結帳法師 他論為這種說 我們直接看二十五頁 因為這種說法就是 我們一般來講 那個就是有人會問 我們佛信眾生朋友 就講本來已有常住佛體 為什麼我們眾生看不到 因為你一直講佛信朋友 因為你一直講佛信朋友 為什麼我們眾生完全看不到 為煩惱守護 為煩惱守護 所以他這個是講到誰的 我們對於這個朋友的概念 我們眾生所認識的朋友的概念 我們眾生所認識的朋友的概念 不是真實的這個 而且不是我們大波涅潘心 那種朋友的概念 因為他是講 為什麼他這個結帳法師是破地獄 因為我們眾生把這個 為什麼佛在阿涵不講佛信朋友 一定要在大聲裡面這個期間來說 這個是 為什麼阿涵就不講那個 比較不開心我們的佛信朋友 因為怕我們眾生誤會 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印度那個時候講那個範文 也是講朋友 常住不便 所以這是講到誰 如果你不了解的話 就會變成這個常見 常見論者 所以這是講到那個 這個是在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破地獄 先看這個 因為就是講到誰的 一般眾生 就是我們世間人認為這個 佛信朋友這個朋友 因為這個很多人都在問 我們眾生本有這個佛信 為什麼我們看不到 因為他本來就有的 就像我們這個身體 然後去現在的 玉學我明就知道這個是心臟 五臟 什麼都解剖 應該就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 你一定要講他本有 所以若定本有 這種概念的話就變成 變成落入這個常見的概念 大範的那種概念 所以他是講這個 尤其是孕中本有 孕中已經有 按照我講 按照我講我們 我們運中不能說他已有 因為還 有些人還不曉得 所以有時候講非有非不有 那另外還有一個部分來講 我們的佛 我們的常駐佛 佛信 按照我來講 你說他被煩惱首富 他自信清淨性 所以有時候要知道說 因為我們有時候講到 因為我們有時候講到 涅槃 自信涅槃 清淨性 既然他清淨性 怎麼會被煩惱首遮蓋 這個都是 就是我們要了解他 為什麼佛要這麼說 自信清淨性 被煩惱首遮蓋 是因為我這個講 按照佛 聖半經就是 不可思議 很難思議的 這件事情 所以講到那個 所以有時候講 你不能講 印忠於有 所以在波瑞的部分來講 都是講 印忠非無非有 你不能說他沒有 因為我們眾生看不到 你不能說他 他沒有 我們所說的 你不能說他有 因為眾生看不到 你不能說他沒有 因為眾生 那個不知 所以他認為說 我們印忠最曉得是我們世間 因為講印跟國 印最曉得是講我們世間人 在我們世間人這個階段 按照佛講是我們眾生完全不知 對他概念根本都不清楚 所以你認為 你又說他有 所以變成說 他的這個譬喻就像折桶賣 就是變成說 本來就是牛奶 滷就是牛奶 變成你 本來是牛奶 你把它 你賣的價格變成 那個 那個 乳酪的這個價格 是講 按照講是掛羊頭賣狗 賣狗肉 所以講到 因為我們是講到 世間人對這個佛性友 這是佛所說 我們 一般世間人根本沒有辦法真正了解 這佛性的朋友 所以譬如說貨草碼說 這個誰的 曲子 這貨草碼就是你賣 這個 這個 一般的馬 然後 這個所要 就是你這個 或就是講那個 賣 賣 一般的馬 草碼是一般的馬 然後 你所要求的價格是 取就是好的馬 好馬 值就是價值 另外 另外是講到真神力大 就是如果說你看到這個真儒佛性的話 他本身來講是按照我講真儒佛性是不可思議 這個不可思議的妙佑 那怎麼可能會就是這個意思 他自信經濟性 怎麼可能會住在煩惱裡面 所以 何欲住煩惱中 而不能排煩惱出 所以講那個佛性本身就是妙佑 真儒 因為真儒不可思議性 因為真儒不可思議性 所以 為什麼 就是講他那個 本身 怎麼可能會住在煩惱 這針對他自信親切性 其實他自信親切性 怎麼會被煩惱守護 需要這個在修道的期間來斷這個煩惱障 讓他這個顯現 這是針對這個第一個來說明 其實這種法師不是說他完全排除這個朋友 只是你要對朋友概念很清楚 因為 其實上法師是般若的體訊 所以般若的體訊一定講非朋友非師友 所以我們想說他 他用的格式就是非朋友非師友 因為說朋友非師友 都是方便書 所以講方便我們所說的巧用 所以後面都會講這個詞情 所以我們把它唸一下 按照而講的是 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重要 會講那個涅槃 他未成本有 未成實有 這是以他本質來講 按照而講他很在 因為為了說他 他不是因緣所造 所以他會本有 但是他又不能說完全 我們因為我們在眾生的階段來講 又看不到 所以必須要清淨煩惱 把這個污垢把它清理之後 擦擦那真正寫線 所以又要講他實有 所以這是講奇心論也講 本覺跟始覺 一樣 所以本是不二 說本覺跟說始覺 都同一個 只是說 每一個時間說本覺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狀況 每一個 我們所暈緣下說始覺 所以為什麼講 依我們的涅槃本事來講 未成本未成史 說本說始 都是有暈有緣 所以有時候是講到誰的 未破本有 所以說始有 所以為什麼道 說到就是講說 說始有就是因為 一為喜 說始有也是一種 他本身來講也是 喜是講對字 因為有人說 我們佛心本有 那如果本有 我幹嘛要修學 因為他本來就在了 我修學他還是在 所以不用修學他都在 為什麼還要修學 所以這個是講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為什麼要講始有 因為喜是講對字反 對字這個本有 對字對本有的認識 我們不正確 我們不正確 故於本道則顯 是我們所說的本有 最主要一定要 因緣合合才可以寫線 所以本道則顯 道是講因緣 你有因緣合合的時候 他就會寫 道非本是 我們所說的 道最後就是涅槃 你要怎麼說就是非本非死 這是一種方便書 這個在我們二書一頁 道非本死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誰 那個 面盤 這個 他講說 另外講說 說非本非死 也是一種方便書 這個按照我比較講的 般若無言 因為波瑞 因為波瑞 這是我們講 我們如果 依我們微摩絕經講 這個 是莫蘭 離言的那種說法 因為到最後涅槃 不可 離言性的這種說法 所以為什麼講 到最後 依波瑞講 你講非本非死 都是一種方便的言書 這個是 讓我們能夠了解 真正就是要了解 因為依我們波瑞 都是這麼講 涅槃本 在我們講的這個 他本 本體來講 是講 未成本有 未成私有 所以 按照我講的是 凡 凡有言說 皆是對字 這是第一種 第一個 按照我講的第一種說法 那個 如來藏經 確實這麼說 這個 在我們的佛信也有這個 例子 舉例 因為最主要 我們也會講 佛信朋友 佛信來講是 不斷的善根 因為就是要 讓我們的眾生 能夠了解 這個佛信 存在 能夠了解他存在 能夠正佛果 最主要是要 按照我講 大佛涅槃就是 也是講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 就是 我們的眾生對 朋友的概念 可能有時候會 誤解成這個 常見 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是 另外一個 第二個是 心安的搖 搖把師 眾生有成佛之旅 按照我講 這種說法 是一種在 禮上來講 眾生有成佛 不是因為 這不是說眾生已成佛了 就是講眾生有成佛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 說禮 所以此禮是常 故說此眾生為正佛信 故說此眾生為正佛信 此禮負於眾生 故說為朋友 故說為朋友 這種說法按照我講是 此眾生為正佛信 按照我講 此眾生為正佛信 因為我們講這個 這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們 artists通常來講 眾生是屬於 假音 quantities� 而且众生 我们弥为众生 所以对众生的这个字词 按照比较属于一种 一种斥责的语词 因为众生按照是比较属于 按照一些被斥责的文字 在《大涅槃经》里面 比较不用众生 都比较讲的是 比较指的是佛性 所以词里赋予众生 这种说法 我们比较不是用这样讲 这种说法这样子 我们在下节课再来解释 我们结诵法师怎么样评论它 这种说法会比较少 因为我们不这么说 那我们今天先报告到这边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